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上节课我们讲的这个现代派 这节课我们继续讲 继续讲的问题就是 现代主义在叙事文学方面的表现 那么其实现代主义的在诗歌方面 绘画方面 那么甚至可以说在音乐方面 那么都有多样的表现 所以80年代的中国的现代主义运动的 是一个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的运动 那么走向现代化 那么文学艺术 思想文化都要现代化 它是全方位的 那么在哲学思想领域 大家可以看到有对萨特弗洛伊的 波克森 那么尼采 那么有这些的介绍 那么这些的讨论 都非常的热烈 那么从我们本身的这种思想流向来说 从文革后 这个人性论 轮道主义 异化问题的讨论 然后引申出主体论的问题 这主体论的问题呢 它本身虽然说 哲学的依据还是一个 康德的这个主体论 是吧 李泽厚先生在这方面呢 做出了他的研究 那么也是领一代空双 但是同时这样一个主体论呢 是为时代 关于人 关于主体 关于人和世界的重新认知的关系 以及重估价值 这一切呢 它建立了一个文化的基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尼采啊 这个沙特啊 存在主义啊 这些都进来了 那么如果要谈这种文学的这种 文学和文学批评 以及哲学啊 这些理论的研究呢 你可以看到西方那些流派 过去被称之为 现代资产阶级的唯新主义哲学 也都蜂拥而至 进入了中国了 是吧 那么领头的存在主义 那么和存在主义 其实在时间上 比它更早一些的 或者说和它相关的这些 当时的解释学啊 现象学啊 结构主义啊 这些都是都进来了 那么同时我们对 现代派的这个介绍呢 云可嘉的那一套 这个现代派作品选 是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 在它那套作品选当中呢 其实很多是后现代的东西 就是被称之为 现代主义后期 或者说后期的现代主义 那么实际上那些 很多叫做 postmodernism 这个东西呢 它就会变成 叫做后期现代主义 那么后期现代主义呢 这个实际上就是后期 是后期还是后 它后来发现 仅仅用一个后字 它和后期的这个感觉 很不一样 是吧 所以后来形成整个后文化 好了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在中国的这个 创作界呢 我们这里主要讨论叙事文学 叙事文学呢 其实在商汉文学的时代的 意识流小说 它就是受现代主义的影响 意识流在西方 大家可以看到沃尔夫 是吧 这个乔伊斯 尤利西斯 那么这些呢 沃尔夫最典型的作品 墙上的斑点 估计大家都读过 是吧 那么 乔伊斯的这个尤利西斯 他有写 那些布鲁姆的那种一诗 意识流的活动 是吧 墙上斑点 他写一个老妇人 是吧 一个妇女 躺在床上 看着墙上的斑点 那么他其实呢 主要就是在一个时间的 某一个点上 那么意识呢 他不是以 明晰的 理性的 可以经验的 方式还原的 那种时间流向来展开 线性的时间来展开 而是很随意的 意识的这种滑动 其实呢 他无非是心理活动的 更加的复杂化的描写 是吧 所以在王猛的这个蝴蝶 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 有意识的这种流动的描写 是吧 其实像他的这个春之声呢 也可以看到这些意识的流动 当然在小说中呢 更加意识流的实验 更加激进的呢 我们可以在李陀的一些小说 李陀这个七奶奶啊 自由落体 李陀呢 在八十年代 是一个风云的墓 这个 现在这是他 可能近几年的照片了 李陀是1939年出生 今年也七十岁了 这个当年是年轻啊 八十年代 大家想一想 八九年 1939年 八九年他才五十岁 五十岁已经很老了 像我一样已经是老人了 那么李陀呢 八九年以后的就出国了 那么他的夫人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研究中国的学者 叫做刘和 大家知道吧 刘和 他的英文名叫 Ladya刘 大家知道了吗 这应该是中国 在国外做中国研究 现在不是鼠一也是鼠二了 这个九十年代出了 他获得这个 应该是哥伦比亚 还是哈佛的博士吧 现在在哥伦比亚当教授 他和李陀 经历了非常深厚的革命感情 所以真是 我确实觉得很可贵 这个 一个这么年轻的 有为的 是吧 这么有才华的 那么 对中国的这样一个 八十年代的风云冷物 怀有这么深的感情 确实是 非常令人 苏朗其境 所以李陀在八十年代 他很多的活动 我是没办法一一介绍 但是确实 他是很深的推动了 中国现代主义的运动 他当时是任 北京文学的副主编 他推动了 这个文学的 不断的这种创新 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像高兴健的戏剧 绝对信号车站 这些都可以看到 一种像现代派迈进的 这么一种特点 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是对人物的性格 和心理的这种描写 它更加激进 更加有一种力量而已 那么在过去的 现实主义的描写当中 主要是在一个革命的 这样一个理念 另一方面是在理性的逻辑 底下来展开 人物性格和心理的描写 所以那些心理 所有的心理和性格 都可以在这两方面得到解释 就是在革命的理念 和理性的逻辑中得到解释 但在80年代 这些探索的小说也好 戏剧也好 它就不再 是依附于革命的理念 和理性的逻辑了 这里要提到的张欣欣在统一地平线上 这个是收获81年发表的 那么我为什么把它也列入 这个现代主义的作品呢 其实当时我们对现代主义的理解呢 它是带有很强的实验性的 就是要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判明性的和现实主义 完全决裂的那样一种作品 这如果说你不能在叙事的方式上 有一种方法论的创新 那么你必须在对人物形象的表现上 能有时代的这种锻炼性 但是在很残了我们的论书 现代主义的这种 80年代的现代主义的这样一个论题下 我们也不一定会把张欣欣在统一地平线上放进去 甚至张洁的这个方舟也不一定会放进去 但是随着这个研究的时间的推移的 我们会看到很多超出现实主义的 经典的现实主义规范的那些作品 同时表达了一种比较新的 对人物心理和人物性格 以及人和社会关系的那些表现的作品 都也可以把它列入现代主义 所以经常会把张欣欣在统一地平线上 这可能是我的做法 还有张洁的方舟里面所表现的女性的那样一种苦闷的情绪 这些的都一方面是作为女性主义的写作的一个谱系 来梳理来追溯到她具有女性主义的这种立场 和前此的现实主义的这种规范有所差异 大家会看到我们90年代中期以后发掘出这种女性主义叙事 本身是给予她赋予她一种革命性的力量 这种革命性的力量呢 她一方面是和男性写作作为一种区分 但另一方面是和现实主义的写作作为一种区分 所以她经常只要具有女性主义的意味 会把它往现代主义方面靠 但后来又把它往后现代主义方面靠 因为经典的现实主义被看成是经典的男性叙事 男性叙事 男性霸权 是吧 是男性的那种美学宏大的历史叙事 结构 逻辑 理性 是吧 现代性 是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大家要可以理清楚 我们的理论的谱系 理论的脉络 是这么来建构的 那么在同一地平线上呢 主要是她表现了男女的那种冲突 她虽然里面投资了很多是张欣欣个人的一种经验 大家在我做的人物的这种简介里面 我这个书里面重要的作家都有做人物简介 会谈到她的工作 她的婚姻等等 她在这个作品中是投入了很多她自己个人的经验的 那么个人的实现 自我价值的实现 爱情和婚姻的这种冲突 所以在这部作品中呢 当时都得到了比较激烈的表现 她把男性 她的丈夫写成那个孟加拉虎 她被设想为是富有个性的现代人 她的困受的姿态与社会搏斗 并且不屑于在爱情事业之间寻找平衡 那么你们现在都生长在21世纪 是一个非常这样一个温馨的环境 是在党和人民的非常温馨的这种关怀中成长 在80年代还是非常激烈的 所以80年代的男性一直渴望呼唤什么 高仓健 这个女的她找对象呢 她都要找高仓健时的男性 是吧 就是孟加拉虎 要孟加拉虎 是吧 现在大家说家里找一头老虎回去 这个哪个女孩子也不愿意 但是那个年代的女性呢 她愿意找一只老虎 是吧 因为外面这个社会很不安全 是吧 家里养一只虎 如果这个有别的野兽进来 把这老虎放出去跟她打 是吧 所以那个时代是有这么一个 因为生活充满了抢夺 争夺的那种东西 就原始积累时期 充满了欲望 对外面的社会 那么大家都一无所有 是吧 都是无产阶级 随时准备波动 所以最好是变成动物 这是最好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她会把它写成一个孟加拉虎 那么但是可以说这种原始的 这种对这样一种各人与社会的冲突 具有现代主义的 这个是我在小说中有做一些 在我的书中有做一些论述 这里我就不展开了 大家看书就行了 那么现代主义的在中国的探索还是困难创作 其实像王猛关于石流的探索 就会受到各种的批判 高兴建的现代小说的更是遭遇了门内的攻击 但是呢 现代主义对于中国当代的创作来说 它确实是怀着一种巨大的诱惑力 那么那些作品呢 不管怎么说 它还是在和传统文学 传统小说的这种差异 不是那么鲜明 但直到1985年 这个刘索拉的你比较选择和徐星的舞主体变奏 这个一旦出现的话 被认为是一种全新的小说 一种充满了一种反叛的那种情绪 所以在恒大意义上来说 在八十年代 我们其实关于现代派的这种指称本身呢 是带有很强的这样一个时代的特点 那就是叛逆性 就你只要有叛逆性 与众不同 那么你就是现代派 那个时候如果你留长发 头发梳长一点 哎 这就是现代派 那么你如果穿喇叭裤 还穿喇叭裤 裤管比别人宽 那么这也是现代派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篇小说呢 它无非是写出一种非常具有反叛个性的人的性格特点 那么这也被认为具有现代派 那么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你比我选择 同学们都看过吧 都看过啊 那个哪位同学谈一谈对这篇小说的看法 举下手 举下手 哪位同学 都低下头了 自告奋勇一点 哪位同学 上回我给我们揽送的同学 请他谈一谈 好吧 对对对对 在那里了 对对对 没看过吗 嗯 真没看过 哪一位看过 还有哪一位看过 那没有揽送的同学说一下 都没拿送是吧 每一位都可以说 好 那我请前面的同学说一下 好吧 嗯 怎么样 来 请你谈一谈 没看过吗 也没看过 好了 那就算了 那就我来说吧 嗯 这个小说呢 其实呢 它是写了一群大学生 对个性的狂热的表现 是吧 那么这些大学才子呢 都自以为是 对于平凡的事物的不屑一顾 那么他们以惊人的 执着的迷恋 和声或新的音乐世界 来这个标榜自我 对生活呢 有片面 却深刻的理解 这是我对他们的阐释 嗯 这里我要说到一些人物 我们先回到对一些人物的看法 所以这是我从小说中 嗯 选出的一些片段 有一个李明 李明的就是打定主意的 他要退学 考上大学 是吧 而且是中央音乐学 大家想一想 那个应该都是七七级 七八级 那么天之骄子 但是他要退学 七八 七九 可能刘梭拉好像是七九级了吧 大概 他就不去上学 就躲在书所里面画画 这里是小说 我可以给大家念一念啊 那么画面孔这件事 他每天就在教堂里画画 他把每位先生都画了面孔 画了这位的一二三四 再凭想象填上五六七八 不到几天每位先生都画遍了 他唯独没有画上女讲师 因为那个女讲师的这个目光非常严厉 他随时呢 准备提问 看见哪个同学在打瞌睡 他马上就过去提问 所以经常把李明的被他递漏起来 所以他没有画他 这是李明 你看看上学 考上大学 他就想着退学 这个玛丽呢 他就是把他所有喜欢的书籍啊 都登上书号 还认真地画上个人私人藏书的印章 像学校的图书馆一样 那么还附着借书卡 为了这件事情他每天花上两个钟头 他不停地购买书 还打了书柜 还打了一个写字台 把情犯布置的向国家讲 但是呢 他每次上课都睡觉 大家就觉得非常奇怪 他拼命去买书 但连课都不好 上课就睡觉 是吧 他有这样的本事 拿着讲义好像在读 头一动不动 竟然一会儿就能够横身打坐 就说你看这有个性吗 他买书 打书柜 但他连课都不上 上课就睡觉 显然他也不会去看书 是吧 玛丽呢 他对什么都无动于衷 他从不开口 除了他的本科作曲的八十分 别的科目都是中 那这也还不错 这还是算一个不错 这个李明呢 跑到王教授那里 请教关于退学的问题 然后这里讲这个 发生地震 那个年代北京好像有时候有点小震 确实 全宿舍的人呢 都跑出来站在操场上 有人穿着裤衩 有人披着毛巾背 这应该是七八年 七九年 因为一九七六年堂上大地震 那么随后呢 这个北京还时常有地震 女生们躲在一个黑角落里面 叽叽喳喳 生怕被男生看见 可又生怕人家不知道他们在这里 据说那个时候确实 动不动说地震 然后哗 这个从被窝里面跳出来 男生没关系 穿一颗裤衩 是吧 光着帮子跳出来 但女同学有些逃命要紧 所以来不及穿了太多 但是呢 这个确实那个时候 是一个非常 非常 是一种非常生动的一场 这种娱乐活动 就是逃地震 有人就突然间睡到半夜 就敲下脸盆 地震了 然后大家就从楼上到处跑出来 乱这些团 你看叫了半天 什么事也没有 所以他就描写的 都是这样一种生活 就是非常反常的 非常 非常这样一个 没有章法的这种生活 大家看看这段描写 就李明道 王教授呢 请教是否可以退学 他说王教授是全院功论的神经病 他精通几国外语 搞了几百项发明 涉及十几门学问 一口气兼了无数个部门的直称 他给五线谱多加了一根线 把钢琴重新排了一次队 把每个音都用开平方证实了 这种发明把所有人都能弃风 所以李明最崇拜的 就算王教授了 尽管听不懂他说的话 也还是爱听 对 这种事是白 formul的